欢迎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作网站系列教程 本来是计划要录制一个3.9.3升级到3.9.4的视频教程 可没想到升级之后出了问题 后来经查证 以前的更新Avada主题的方法有误 偏巧这时Avada 4.0发布了 而又紧跟着发布了4.0.1 所以Avada升级教程分成两集 这一集主要是讲升级的注意事项 以及升级Avada 4出现了问题 下一集的内容是3.9.4升级到4.0.1的成功教程 那我们进入正题 在3.9.3升到3.9.4的时候造成了一个后遗症 丢掉了右侧的sidebar小工具 页面底部的那些信息也丢了 在升级Avada过程中 这些信息并不是被删除了 而是没有挂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那些小工具一个一个的添加到 右侧相应的footbar里面去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要找到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 我之后到Avada官方论坛找了一圈 发现有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 在升级主题过程中 第一步先切换到wordpress的默认主题 然后我们经常用的办法是 把这个sims下面的Avada这个目录改名 比如改成Avada3.9.3 然后再用ftp把3.9.4的Avada目录整个传上来 回到wordpress后台的主题选择 刷新选择那个3.9.4 然后选启用 以前经常这么干 没想到这么干是错误的 在ftp修改Avada为3.9.3的时候 这些小工具的链接 直接都链接到了3.9.3的那个目录 所以3.9.4的目录是Avada 就没有挂上那些小工具 所以呢 第二个解决办法就是 把Avada就是3.9.4的那个目录 改名改成Avada3.9.3 这时候 小工具右侧的下面的都回来了 只不过在ftp里面看 这个目录让人感觉不太爽 后来经过反复看Avada给的官方如何升级Avada的教程 这节课拿过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步就是先备份数据库和备份Avada目录 第二步 在wordpress后台外观里面切换wordpress默认的主题 第三步 要注意 用ftp把老Avada那个目录都删掉 因为已经备份了 所以说不用担心 然后就是上传新版本的Avada目录 然后在wordpress后台启用新版本的Avada 这样就升级完成了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3.9.4升级到Avada 4.0.1 在升级中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不能给Avada改目录名称 第二不能同时有两个Avada目录 比如新老版本 如果你购买的是有license的Avada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后台来升级的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访问国外的网速 还是放弃这种方法吧 想必大家已经看了半天Avada 4.0的新功能了吧 Avada 4.0开始换架构了 好像是对字体的支持特别好 我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升级 一般因为这种大版本新出会有很多小问题 经过迭代几次小版本之后再升级 那是比较好的 另外加上wordpress 4.5也是新出 Avada 4也是新出 相配套的插件也许和这个wordpress 4.5不兼容 大家可以等上一段时间 等开发者把这些bug都修复好了 我们再用比较妥当 当然了 如果你的网站是一个新网站 没有什么内容 想尝尝先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网站内容比较多 是一个在运营的网站 每天又有很多人来访问 那建议你要先等一等 先用着3.9.4 接下来我们来看3.9.4升级到4.0.1 这个升级过程升级步骤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结果是错误的 先备份主题和数据库 数据库特别重要 然后把主题切换成wordpress默认的 然后删除老Avada 然后再上传新Avada 然后刷新后台 启用新Avada 这是Avada 4的升级界面 需要几分钟 以前小版本的升级根本没有这个 因为这个4.0使用了新的架构 数据库也变化很大 数据库更新一共有13项 这个是要升级核心插件 最近逛Avada的官方论坛 到处是网站崩溃的问题 然后Avada官方连续打补丁 现在Avada 4.0开始 可以很方便的打补丁 而不需要升级 升级之后 显示成功 但是前台出现这个问题 貌似像CSS和GS没有成功加载 后来尝试过很多办法 都没成功 最后清空了数据库 恢复了3.9.4 重新升级就好了 这个是Avada的新后台 比以前更扁平化了 而且多了一个列 后台的逻辑结构和以前差不多 不过也有区别 感觉这个和B-SIM那个很像 这次升级失败 现象是这样的 到你那儿如果也失败了 也许和这个一样 也许不一样 和这两个插件升级也没关系 和这个序列号和激活也没关系 在这里可以给Avada打补丁 在Support里 直接点击应用补丁就可以了 速度很快 这儿还有一个手动迁移 也没什么用 这节课说了很多 都是经验分享 希望在实际操作中 能帮助到大家 关于Avada主题的升级注意事项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